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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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改叫 葉龜鱼 吃完明天就改回去了 我改 流品 鮭魚鱗 壽司狼 吃到寶妹子圓 我爸有打電話 罵我一下 你有沒有想當全台灣第一名 預計至少吃 吃個八千塊吧 鮭魚之亂結束了 兩天吸引了三百多人 改名叫鮭魚 就為了免費吃壽司 那他們改名的大多集中 在十八到二三歲 我們才發現 原來吃鮭魚是這個世代的夢想 我叫林高駕鮭魚 男生收三百五 那兩天我可以賺個一萬多 帶我朋友一起來直接來吃 每次都不一樣的 我們預計今天就可以吃個三四萬回來 假以來你知道嗎 不知道 希望爸媽不要看到這個而已 希望爸媽不要看到 對 希望爸媽不要看到 媽媽再看 媽媽看到了 他會把我念死 我就無家可歸了 現在是為了一兩百塊 就可以把自己的這個名字 跟對自己與自己祖先的一個關係 可以做這樣子的交易 我覺得實在是不可思議 這個東西沒有到那麼誇張啦 就是說什麼啊 就是毀中滅祖啊這樣子 沒有那麼扯這樣 這樣就無限上綱了 我平常沒什麼朋友 然後 今天我就發這個 換名字吃免費鮭魚 然後就很多人來密我 讓我知道我原來還有朋友 他們現在大概有很多就是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以外 還有一個博一個出名 博出名 就是當時可以 突然就紅了 突然有好多記者來訪問我 那個老師點名的時候是不是 呃那個 陳鮭魚 廖鮭魚 大家都叫鮭魚 就是 就比較逗趣 那當然大家也是想說 身邊有沒有人真的去改鮭魚 我們可以一起去吃 老實講 我實在蠻驚訝的 竟然有將近 有超過兩百個人 有兩百個人左右 去改名字為了吃那個 我實在是 把名字改成鮭魚 天啊 這真的蠻奇怪的社會 其實這不是一個 可以值得鼓勵的事情 其實我真的蠻無言的 我是不會同意的啊 為了鮭魚去用這個 所以我會生氣啊 我會很活到 可能會適合 會叫他改回來吧 鮭魚之亂 有人說現在年輕人 真不會想 不過 我們發現有位大學生 他改名鮭魚 他也吃了壽司 不過他把省下的錢 湊成了一萬元 捐給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其實也是因為年輕人 好玩啊 然後呢也不是特別想說 要讚壽司長的便宜 要吃免費的 要吃個幾萬塊這樣子 就是一個取之於歸 用之於社會的概念 然後呢 這邊就覺得說 獨居老人的部分啊 就是我覺得很多 因為像我的家 像我的阿公阿媽 就會經常的就是來 問我說他吃飽了沒啊 然後呢 然後呢什麼時候回家 看看他門啊 然後呢 帶我賺很多錢 以後我一定不會忘記他 類似的活動 如果下次還有你可能會討 沒有了 不行了 不認為說就是 鮭魚世代就一定是 什麼沒錢沒願景 然後很很 就是形容得很慘這樣 我覺得 他還是有他的突破點 現在年輕人 他們在意的是什麼 我認為 就是有沒有跟上潮流 夠不夠潮啊 夠潮 才是重點 他們是因為想要表現自己 想要突顯自己 能夠跟上現在這個潮流 鮭魚之亂 代表著新世代 對人情事故 和時事的看法 與其指責年輕人 不如看看政府 有沒有給他們 一個有希望的未來